52歲咆哮弟 露雄雞 送兒子到農村苦行 還停著嘶吼聲就知道 咆哮弟來了 房檢濤昨晚在北京 帶著小22歲老婆和兩個兒子 全家一起出戲 電影寶貝對不起發布會 咆哮弟的臉部好緊緻啊 還能穿超緊身衣 突顯雄雞耶 完全看不出來52歲了咧 好久不見的小小兵 原來也跑到中國發展啊 時經電影寶貝對不起 把小孩帶到偏遠農村 過艱困生活 培養自立自強精神 小小兵是吃著咆哮弟口水嗎 原來咆哮弟在家 不知道會不會咆哮耶 你不心疼嗎 你兒子去受苦 今天我對他相當嚴厲的 沒事老吼他就把他在家 對 你不知道 哎 人家變此負了說 你跟孩子來說的話 不是用口教來這個 體現一種 一種父親的一種尊嚴 現在的小孩是你要的 讓他服氣的 哈 咆哮弟以後都不咆哮了 慘耶 其實我這幾年一直在 靜下來在錯誤都在寫作 我已經寫了一文小說 完成了兩套電影劇本 一套電影劇本 我也成立了兩個影視公司 我覺得我現在要做的 不是在過去演員的夢幻 我覺得我要為我的下一代 傳遞更多更好 更有良心的作品 聽鬼亂賴 欸 變文青帝了 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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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